郑亲文没往遗憾落幕 遭遇老对手萨巴伦卡 经过一番激战 尺步于八强 再后 没往官方申请送别 寄予郑亲文 梦想本身不会发光 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请继续追逐梦想 我们期待明年再见 解说员韩乔生也对郑亲文表示了惋惜 并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对于郑亲文不敌萨巴伦卡 其实大家并不感到意外 这位白俄罗斯网球选手实力超群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被誉为硬途女王 且曾两度夺得奥王女单冠军 他此前多次击败郑亲文 两人在发球稳定性和底线力量对抗上 存在明显差距 本场比赛 比分定格在6比6分之1比2 实力悬殊一目了然 在2023年没往和2024年奥王的交锋中 郑亲文同样未能战胜萨巴伦卡 尽管赛前他表示很期待 并称赞对方是硬帝表面上的优秀球员之一 但也坦言要想成为最好的球员 然而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郑亲文还是遗憾落败 他越来越优秀吧